林毅市无口侵判,特征组上诉 行政院前秘书长林毅市涉贪污案 台北地院上月侵判他青年四个月 四名家人均获判无罪,引发各界哗然 特征组昨天对五人提起上诉 直指林毅市旧事贪污 台北地院的判决,引用法律错误,理由矛盾 本届里判决有诸多了这些以上的违背法律之情 那么因此我们决定今天向台北地院委员提起上诉 林毅市被控向地勇公司负责人陈启祥 收六千三百万汇款 向当时经济部长施言祥及中钢董事长周若琪施压 帮地勇乔合约 后来他又向陈启祥索汇8千三百万 但台北地院认为 林毅市不是利用立委和行政院秘书长的职权影响立官说 且请托对象中钢及中联公司 都属于民间公司 所获利益是私人契约不构成贪污罪 竟然认为说为何这件这个契约可以促成 是他利用他的人满 利用他的知名度等等其他的影响力 那么去影响这些所谓有关武承论的联营公司 那么我想这一点 林毅市的面对也显然严重 违背所谓的论理法律跟经验 特征组也认为 林毅市的母亲沈若兰 妻子彭爱佳及两名舅舅 对林毅市的选民服务及财务状况都知之甚强 因此也提起伤诉 城外检察官蔡红仁昨天也无奈表示 台湾不能成为民意代表 借选民服务图谋私利的天堂 而林毅市上周已先递状 向法院声明上诉 但详细上诉理由尚未出炉 据了解林毅市江潮不贪不脏没恐吓 三大主轴作为上诉理由 动新闻台北报导